这是江西杆州的小亭 平时我的工作就是买菜做饭 我主动包揽了家里的一切家务事 并不是因为我的老公是一个大男主义的人 主要是因为我非常的勤快 对此呢他有一套自己的说辞 他说我又要赚钱 我还要做家务事 那你来干嘛 所以我就成功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加入了自媒体这个行业 哪一天我的收入就超过他了呢 男主总是有功效的嘛 万一就实现了呢 对不对 虽然我的工作这么烦吗 那我的工资也不低呢 我的工资足足有0.2万 现在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家乡 我们两个人在这边住住在这里 所以在乡下我平时是没有朋友的 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手机 还有我的老公 当然我老公不是这么认为的 但以前呢我是特别无聊的一个人 平时不忙的时候我都是追剧 没有其他的爱好了 因为什么接触自媒体呢 在去年过年的时候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发现了自己 当时我就震态了 既然有这么一个可以记录生活 又可以赚钱的行业 当时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做 不过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长得丑 所以不敢上镜 然后一直耽误了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脸皮厚了嘛 所以我就一两个人 加入了这个行业 加入了这个好看学员的这个创作课堂 对于新手小牌的我来讲 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我去勿索 和学习的 在此呢我也欢迎大家关注我 关注香农品质 关注好看视频 这是我在好看学院的第一个视频作业 希望大家喜欢我 感谢